2020年11月16日,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迎来新任总领事史云森 近日,史云森在成都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史云森告诉记者,从上任至今,他在不断加深对辖区了解的同时 也确定了自己想讲好的中国西南地区故事的两大关键词,报复和发展 我想讲的西南的故事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报复,一个是发展 比如说很多英国人可能不了解他们这边天国新区的这个规划 成立英圈啊,然后重庆和四川的这个城市的发展 说到这个发展,我不是说像我们传统的意义上 可能十几年前讲的那种就是建高铁修公路这样的发展 而是更多的是在创新在科技领域的很多发展 是让人观众上看的 比如说刚才我也提到这个智慧电网,这个生物科学这些领域 那么因为我是从一个就是商务背景出生的一个人 企业出生,企业背景出生的一个人 所以经常我会对英国公司讲,你们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来挖掘和中国的这个合作的领域 在可以合作的领域,我们就和中国开展合作 那如果是在没办法合作那些领域,我们是竞争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开展竞争,但这个竞争是一个工型的竞争和开放的竞争 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工型开放的这个环境下的竞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总之就是希望英国商界和人民能够更多的了解四川的发展 上任以来,史云森曾多次到访四川 美味的川菜,精彩的川剧 宜居的环境和乐观自信的四川人让其印象深刻 四川在生命科学与制药,新能源,教育,农业,食品饮料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潜力 让他看到未来因中合作的广阔前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几个行业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 其实在英国许多行业都可以在四川找到这个市场 有多年中国工作经验的史云森 2021年会在重庆家中度过中国春节 他说自己将积极响应中国官方鼓励就地过年的政策 那今年春节我是想用中国政府的号召 待在重庆就在家里过年 然后我计划这个假期在家里画画 然后照顾我刚收养的一只猫